9月26号 俄罗斯南部罗斯托夫地区新动员的预备军人向他们的家人告别时 古老的苏联战争歌曲和亲人的抽泣告别声形成了强烈的反差 作为俄罗斯总统普京宣布动员的一部分 新兵被召集 试图在乌克兰军队进行决定性反攻后改善乌克兰前线局势 一些俄罗斯情侣决定结婚 他们不想在没有正式确定关系之前就告别 安德烈说 他和他的未婚妻并没有打算结婚 但上周宣布的动员让他们重新考虑 在被宣布为夫妻后 夫妻二人亲吻对方 随后安德烈离开去加入他的新兵预备 在国防部部长邵一谷表示 部分征兆入伍将为在乌克兰作战的部队增加30万人后 已经有数千人被征兆入伍 来吧 来吧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